蓝网只打了一场完美的比赛 那便是系列赛的第一场比赛 那场比赛蓝网大比分取得胜利 赛后媒体的高度赞扬似乎让蓝网迷失了 在随后的四场比赛中 蓝网面对76人毫无还手之力 在今日的比赛中 球队领袖拉塞尔更是迷失了自我 全场比赛持六投三中 三分球十中二得到八分两篮板三助攻 进攻端的法力仍大量的进攻 而不是为队友创造机会 显然拉塞尔还是太年轻 这是拉塞尔生涯的第一次系列赛 看得出很有潜力 但仍需要进步 整个系列赛 拉塞尔能够得到22.3分 400 3.8助 1.25抢断 但看数据拉塞尔还是不错的 在整个系列赛中 拉塞尔39.1%的两分命中率 35.5%的三分命中率 三分命中率还不错 但整个投篮还是暴露出了不稳定的问题 强度越大的比赛越不够稳定 这也是年轻球员都会面临的问题 但克服这些问题 便会在巨星的路上更进一步 两人都能高效得分 两人都能死亡缠绕 攻防一体的两人包揽了猛龙整队 接近一半的进攻任务和防守任务 罗纳德本场比赛 11投8中 3分5中5 得到27分 7版2助 西亚卡姆16投8中 3分5中3 得到24分 6版4助 拉塞尔本场比赛可以说是毫无悬念 在整个系列赛中 罗纳德的稳定性 可以说是整个季后赛球员中最好的 没有之一 整个系列赛 罗纳德能共进27.8分 6.6篮板 3助攻 1.2抢断 命中率高达55.6% 3分球命中率高达53.8% 这样的小卡 可以说是联盟的超级举行 不管你承认还是否认 小卡已经证明了自己 并且身边还有西亚卡姆这样的帮手 猛龙本赛级的路将会很长 猛龙本赛级将防守做得完美无缺 总有小加 尼巴卡 格林 西亚卡姆 罗纳德 这一大群防守兼兵 对年轻的76人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丹尼格林是波波维奇调教出来的 优秀3D球员 曾入选最佳防守二阵 小加速而是内线防守大闸 曾入选最佳防守球员 最佳防守阵容 一把卡两次盖茂王 三次最佳防守一阵 西亚卡姆虽无太多荣誉 但本赛的防守强度都看在眼里 荣誉只是时间问题 罗纳德就更不用说了 在小前锋的位置上 防守方面现役的第一人 一次强断王 两次最佳防守球员 三次最佳防守一阵 一次最佳防守二阵 猛龙这样的防守强度 以及主力球员 都有丰富的季后赛经验 在季后赛足够给年轻球员 好好上一课 伦纳德在今日接受采访时 谈到将会面临76人 伦纳德表示 我会享受这个胜利的夜晚 暂时不去考虑76人 这便不是行高气傲 而是因为所有的笔记 都来源于自身的实力